这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一段旅游影像 由来自美国伊利诺州科尔斯县马顿小城的旅行作家贝利于1955年亚洲旅游时所拍摄 影像后期做了高清修复等工作 与平常人旅游多记录风景名胜不同的事 贝利很大篇幅是将镜头聚焦在普通民众身上 记录当地人民的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以及爱好等等 这也为我们了解近70年前的香港民众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镜头中的华都酒店位于高市威道与铜锣湾道交界 60年代后酒店被改建为华都大厦 旁边有原来的法国传道会学校 贝利此次旅游之年改名为圣宝路学校 首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泳赛的女运动员杨秀琼就曾在此地读书 镜头中可看到多家商户合用一个富士铺面 50年代中期的香港经济仍未走出战后的萧条 为了让更多人买房及加快资金的回笼 香港破天荒地发明了分层出售楼房及卖楼花 在此之前 全香港乃至全球的楼房都是整栋出售的 而卖楼花说的是卖的是7房 提前交首付加分期付款的方式 公摊面积也由此诞生 之后又演变为每层拆分成数个公寓 每个房主在岸面积公摊公寓外 如走到楼梯之类的空间 相当于许多人凑钱买下完整的一栋楼 这是贝利在香港尖道附近拍摄的镜头 镜头中是50年代才出现的香港女警 其穿的卡其色续衫及A字集西裙 但因被批不美观和显得累赘 到1960年改为贴身麻痣群 镜头中有许多放学回家的女学生 她们来自半山一带的女校 而香港半山多中产和富豪聚集 这是贝利在皇后大道东拍摄的镜头 镜头中行人稀疏万不从容 与今日的尖魔街中有着天渊之别 贝利来到香港的尖谜地道 此路连接湾仔尖谜地道及皇后大道 东进湾仔道和石水渠街交界 此路连接湾仔尖谜地道 现在贝利来到旧湾仔街市一带 镜头中能看到建于1937年的第二代旧湾仔街市 被露出干明都市一带去 山西亚市在看明都市一带去 大印尽公里山川尖谜地道 现在是贝利来到宣泥市岛湾载段拍摄的镜头 此路是香港的主要道路之一 连接了西面的湾仔与东面的铜锣湾 现在贝利在大坑道旁的虎豹别墅 万机游花园下面的市场拍摄 周边也有一山而建的平民木屋 当时由虎豹别墅起至铜锣湾 天后北角烧鸡湾的山头 包括崖塞坑中山坑炮台山 马山明园山及东大街后山的绿宝村等 有数以万计的木屋 50年代后期 这些木屋开始被陆续拆除 最后贝利来到靠近香港市区的一个渔村 此时香港具有很多的村庄 向新界民众多以务农为主 沿海地区则多有渔村 但随着城市的扩张 许多村庄已成为历史 自50年代开始 香港当局为了舒缓市区强大的人口压力 决定将人口慢慢向新界转移 到了50年代后期起 市区由九龙扩展到新九龙 及狮子山以南沿海的荔枝角奎勇已至全湾一带 以及新界五个新式振沙田西贡 大普元朗和屯门 时至今日 近70年光阴如白居过隙 镜头中的孩童也已到了古西之年 香港也回归中国25周年 且日益繁盛 本地生产值从1997年到2021年 由1.32万亿港元 增长到2.87万亿港元 人均GDP从19.2万港元增长到38.7万港元 进出口总额则从3.07万亿港元增长到10.27万亿港元 正所谓封号正式扬帆时 奋级逐浪向未来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